你說OK我們就開始 然後你就跟著我走 OK 來 從這條路 這條叫做海公路 海公路轉過來 到這邊的馬路 這條路也叫做 經緯的緯 緯12路 從這邊一直是 緯1、緯2、緯3、緯4、緯5、緯6 一直到緯12路 緯1路就是在海軍總醫院那個地方 這是日本人規劃的奇盤式建築 這邊最有趣的 有一條路就是這條路 有緯 橫的叫緯 是不是叫京 可是沒有所謂 京一、京二、京三 但是我們自己又把它變成京一、京二、京三 這條路 它既不是京一也不是京幾 它的名字叫做七二路 這個七二路有一個很有趣的由來 七二路據說是蔣中正在 他72歲那一年的生日 來過左營海軍基地視察 他所走過的路 全部都改為他的名字 這條路改成七二路 就是紀念他72歲曾經來過這裡 另外在左營 另外其他的路叫做介壽路 就是蔣介石 蔣介石的介壽路 蔣介石生日 那這個地方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們這個建業新村的管理站就在那前面 所以那個每到一段時間 這間會會放電影 放電影的時候管理員就會騎著腳踏車 從這邊來講 吹個哨子 比管理站有電影 吹個哨子 所以我們對這個管理站有電影是非常敏感的 因為當時沒有娛樂 既無電視也無冰箱也無唱機 甚至於收音機都是管制的 因為收音機有通信的嫌疑 那個戶外的螢幕看電影的時候 正面反面都站著人 風一來的時候上面的人就會這樣子 成波浪狀的擺動 我們就是這樣子看這種電影長大 另外這個地方 因為都是住到全中國各省來的人 所以南強北調非常的多 那種小吃也非常多 有小吃就有人叫賣 這邊最有名的 大家記憶最深的 在五零年代出生的人 都會聽到這個 有兩個老先生 推了一個板車 他們兩個在賣貨 他們是這樣吆喝的 Hello Hello 小 Hello 那兩位老先生 一個來自河北 一個來自福州 我們一直以為他們兩個都沒結婚 因為他們每天推著車子 我們這一輛長大的人 通通都耳熟能詳這兩位先生 一直到他們八十幾歲的時候 大陸他已經開始以後 我們才知道 原來那位北方的那位 他是有家室的 他也曾經回到老家去了 另外那個福州的那位先生 他們以前的店在這個地方 海軍的福利社 那位福州的先生 他終身沒有回去 原因是因為他們以前他們家非常富有 而且他在大陸的時候有七小 所以他們不願意 不願意再回去 覺得回去很失臉面 一直就是終老在這個地方 這也是海峽兩岸的斷絕 的一種悲劇典型 除了剛剛那個哈囉哈囉小哈囉之外 我們這邊還有最常見的 包子饅頭 斗沙包 五香 恰膽 這些都是我們這邊最常見的 另外 中山堂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 很特殊的 台灣人進駐之後 很多的那個 吆喝聲音都改了 比如說賣歐煉的 歐煉歐煉天佛拉大燈 歐煉歐煉天佛拉大燈 這個就是另外一種吆喝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左營是一個 移民文化非常濃厚的一棵 濃縮膠囊 如果你不來這邊 你完全不能感受到台灣 最奇妙的人文景觀 謝謝你